去吧 去吧 停 你咋来了 样子设计出来了 我是来给你们送画片样子的 梅小姐 你看看 可以吗 行 我看就行 婷儿 太谢谢你了 你可别谢我 我只是比个葫芦画个瓢而已 这咋是比葫芦画瓢呢 想也想不出来 见都没见过 是啊 就你这样的设计 再给我们三年 我们也设计不出来 婷儿 如果仁南银行 通过了你的设计 画边设的红利 我分你两成 那可不行 我只是帮忙 钱我一分都不能要 这咋行了 如果没有你的设计 画边设就没有将来了 我真的不能要 这个事情 你们千万别告诉别人 要是让我家楚一齐知道了 她肯定 千万别给我钱 也千万别让别人知道 梅 你一定要答应我 如果这一次人的洋行没有选中 我还可以帮你们设计 可是 如果你们告诉了别人 我 我真的很难再帮你们了 好好好 我不告诉别人 不过 你的恩德 我们将来一定会报答 行 我 你们现在不说就好 那我先走了啊 停 你等一下 停 给你拿把伞 停 停 这么好的女人 咋就嫁给楚玉琪了呢 你这个画边太美妙了 太传奇了 这么短时间能设计出这样新颖的画边 有西方的技巧 东方的神韵 都融为在一起 别说卖了 就说拿到波浪会 能获得大奖 得到您的肯定我太开心了 我们这些天的努力 总算是看到结果了 请转告玉 我希望她的试机 能给我带来 源源不断的进行 对不起马茂兰先生 这不是玉设计的 不是玉的 难道你没有找到她吗 我们花了很多功夫也没找到玉 这是另外一个女人设计的 这个女人的试机 太像当年的玉了 是吗 太像了 所以我以为你们就到了她 娘 娘 言说特别欣赏你的设计 说很像当年的玉 谢儿 先出去吧 是 老夫人 来 以后不要再提花边的事了 我知道了 以后不提了 看见梅告诉她 玉已经是过去的人了 不要再找她了 她以后一定会超过玉的 娘 你真的没有见过玉吗 你这孩子 娘不是告诉过你吗 娘不认识玉 玉的事 以后不要再提了 我知道了 陈先生 别误会 我和梅小姐没什么特殊的关系 我同意大批收购她的画边 就是因为她的设计很有特点 很新颖 我非常相信我的眼光 欧美的客户肯定会喜欢 如果你的画边不推陈出新 你很可能会被她取代了 梅的画边产量小 她怎么会取代我呢 毛毛蓝先生 你可别让一两个画边样子给糊弄住 梅和她的画边社有多大能力 我最清楚 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 叫十三别日当刮目商看 如今梅小姐 已经不是画边社成立之初了 你千万不可大意 你们中国还有一句古话 不仅则退 咱们俩是多年的朋友 我就是很真心地给你一个提醒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 我心领了 陈少爷您找我什么事 坐 我不坐了 画边跑还没收工呢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收工了 有几个女工做得不合格 我让他们访工了 秋 你真是尽心尽责呀 陈少爷 你如此信任我 我一定会尽到我的责任的 好 那我就长话短说 我刚从仁德洋行回来 马毛蓝先生说 梅那边处的新样子她很欣赏 如果我们设计的样子 不能推陈出新的话 就会被没趣而待之了 这不可能 这是危言耸听 这不是危言耸听 马毛蓝先生说的是肺腹之言 我叫你过来就是想跟你说 咱们不能落在梅的后面 陈少爷 你放心 至于真当泳泉相报 我一定会尽我百分之百的努力 超过梅的设计 少爷 秋 你先回去吧 我等你的好消息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怎么样 打听清楚了吗 少爷 方说梅的新样子 是楚与其的太太蓬蓬设计的 怪不得的 这么短的时间 梅绝对不可能提高得这么快 少爷 我觉得楚与其是有意跟您作对 上次警察局抓了三目 楚与其说 是少爷您在背后之事 他还扬言说 要让少爷您吃点苦头 楚与其 他太自不量力了 长福 明天把存在海运的钱全都提出来 理由嘛 你可以直接告诉他 就说他老婆帮助花边社 给我作对 我明天一早就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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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这位先生 找哪位小姐呀 还找俺们家楚少爷 你们家楚少爷还没起床呢 你等会儿再来吧 不成啊 妈妈 这十万火急 俺得赶紧见到少爷呀 你就是再急 也急不过你们楚少爷床上那个大婶啊 大爷 妈妈 俺求求你了 你给俺指个路 这再晚就要出人命了 看你那集散伙似的样子 一看就是个伙计的命 干不成什么大事 去吧去吧 就在春花包房里 谢谢妈妈 matrix 楚少爷 楚掌柜 谁啊 是俺 赵山 有急事 有啥急事赶紧说 别啰嗦 少爷 这远东要提两千大洋 这么大的树 咱能给吗 去楼下等我 一会儿再说 好嘞 少爷 这事可怎么办呢 远东的人为啥要提前 他们说了吗 说了 是因为 因为啥 说 因为少奶奶 少奶奶咋了 这个臭娘们 她是找死的这是 坚持 你想干什么 我不想干什么 我就想知道你想干什么 我怎么了 怎么了 你一个堂堂的大家闺秀 竟然跑到外边 跟花边社那些 不三不四的女人来往 我们楚家的脸 都让你给丢尽了 我咋和不三不四的女人来往了 人家梅也是千金大小姐 知书达理的 谁像你啊 你天天逛瑶砸 还想拿气 你以为我不知道 可臭娘们 你这该管到我的头上来 我告诉你 以后少跟花边社的女人勾搭 要不然 把大蛇你的腿 花边社那女人 不是你说的那样的 她们都是好人家的姑娘 还敢听见 住手 这 去 去 你怎么这么活呢 打媳妇你 娘 不知道 这个臭娘们 竟然帮着没设计花样 这不是明摆着跟陈少爷做对吗 这事跟你媳妇没关系 是娘让她设计的 娘 娘 您老糊涂了 花边社跟陈少爷是对头 您怎么能管这种闲事呢 陈奕德把他的钱全都提走了 没有陈奕德咱家钱庄召开 您要告诉我 从今天起 不准你再欺负庭 听见没有啊 站住 哥 你去哪儿啊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是躲娘吗 不是 那就躲你媳妇 娘还告诉你呢 这个家可以没有你 但是不能没有你媳妇 撤去 王老板来了 喝着喝着啊 喝着喝着 您忙吧 少爷来了 远东的钱都提走了 都提走了 两千大洋 白眼囊 以后远东要是借钱 一分不给 是 少爷 刚才东亚的三慕先生来过了 他来干什么 少爷 咱里边说 什么 三慕也要提款 全部提总 整整三千大洋 奶奶的 是不是陈怡德在背后搞鬼啊 不像 三慕说 只要您答应他的条件 这钱他不但可以不提 还要继续存款 什么条件 还是上次那条件 不行 警察局都说了 说三慕是个日本特务 他的组织我不能加入 少爷 您要是不答应 这三慕把钱拿走了 那咱海运的流动资金 那可就真麻烦了 对了 咱们不是有一笔 警察局的款子吗 那完全可以应急 警察局的款子 它不保险 那指不定什么时候 它就用啊 管家 这你就不知道了吗 这笔款子 是他们贪污的黑钱 他们不会轻易乱动的 你就这样 去找三慕 告诉他 想提款 随时来 想让我加入他们的组织 一万个不可能 三慕说了 您哪 就偷偷地加入 不让警察局知道不就行了吗 没有不透风的墙 你就这么跟他说 去 是 连老师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不是不让你到这儿来找我吗 我来接美 顺便拿副资给你 他们不会怀疑的 杨老师 我得到一个消息 有一笔钱 我们可以用 什么钱 前几天 谢子渊回家喝酒喝多了 说警察局 没收了一笔脏瘾 被局长黑下来了 现在 旧村放在海运 这个事我知道 我们可以写信告警察局 逼着他们把钱取出来 然后 然后 这个主意好 不但特为解决了资金 还可以狠狠打击一下 敌人的嚣张企业 我想 到时候 我跟游戏队 一起参加这次行动 你先回去吧 到时候再说 我来安排 我来 局长 把门关上 把门关上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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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您这么着急找我来 什么事啊 我让你存的那笔钱 你放在哪个钱庄了 海运人钱庄啊 怎么了 快去 都提出来 局长 那您不要利息了 那可是一分的利啊 还挣什么利息啊 现在有人写信举报我 说我贪污丧营 搞得满城风雨啊 谁这么混蛋啊 敢在您头上动土 我去查 我查着 立刻把他关起来 关人的事 以后再说 你先去把钱取出来 免得夜长梦多 是 你记住 取钱的事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您放心吧 这回我给您办个漂亮的 不但要瞒天过海 还要警告一下楚玉琪 我估计 八成这笔款子的事 是楚玉琪透露出去 我让他尝尝咱的厉害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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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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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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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快点 快点 跟上 跟上 起来 快点 跟着啊 快点 快点 起来 起来 新门 走 带着人过手在外边 一个也别放跑了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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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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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快点 快点 把贵人的钱都给我拿出来 还运备查封了 谢警官 楚爷不点头 这钱不能拿 少跟我啰嗦 我告诉你 查封是清的 快拿起 好好好 拿 这就拿 滚开 干嘛呢 干嘛 这 闪开 闪开 干嘛呢这是 这查封了 查什么封 这我家 躲开 别动 谢紫月 大白天的抢钱哪 你犯法了 我是来查封的 我犯啥法了 私通日本特务 你这个罪还小啊 谢紫月 你这是栽赃陷害 我早就跟三母不来往了 楚少爷 你是贵人多忘事啊 要不要我给你提个行 提吧 只要你有证据 你就是把海运全搬走 我也没二话 好 你小子还需要 你还嘴硬 咱俩屋里说 屋里就屋里 没我的话 跪上的钱 一分都不能动 说吧 我怎么勾结日本特务 勾结日本特务的事 回头再说 你先把举着 那笔钱给你 谢紫月 你是为了那笔存款来的吗 我是为了你来的 我是要用这笔钱 堵上别人的嘴 只有这样 别人才不能 查封你的钱庄 紫月 能不能还两天 不行啊 今天要是见不着现钱 局长还得 查封你的钱庄 你去跟局长 求求情啊 就这几天 陈毅德取赌了两千 日本人又取赌了两千 我带着去的钱 到现在也没收回来 我钱库都快空了 这样 等我把钱收回来 我把钱亲自给你送回去 利息我给你按一年算 行不行 不行 告你的那封信 就放在局长的办公室上 见不着现前 局长能放过你吗 谢紫月 我到今天终于明白了 你们警察 就是一帮胃不熟的狼 小点事 再乱说 让外边那帮弟兄们听见 我可帮不了您 行 我认 不过紫月 以后我跟日本人的事 可不许再提了 我跟三木已经一刀两断了 行 但是我告诉你 局里这笔钱的事 你也不能告诉任何人 我知道 别找了 我在这儿 苗老师 什么事啊 你是怎么进来的 反强进来的 有人跟踪你吗 没有 我绕了一大圈 才到这儿来的 警察局那笔款拿出来了 在什么地方 在局长办公室 我担心夜长梦多 他们会转移地方 所以咱们不能等游击队了 今天晚上就动手 好 我干什么 你会打枪吗 会 下半夜一点 你去警察局门口 如果里面有动静 就是我们的人被发现了 你找站岗的岗哨开枪 打个三五枪之后 就赶紧离开 在城里绕一圈 没有人跟踪再回家 如果我们的人没有被发现 你在警察局门口 等到三点 然后回家 去干这件事啊 杨老师 我有功夫 就让我进警察局 去拿脏银吧 去警察局的人 已经安排好了 他比你更熟悉情况 执行命令吧 是 你去准备停就不了了 公主 便在哪里 现在爱我 你监制 你个人 急死 都不吃不吃不吃 你 有冬季吗 有啊 刚才跑过去一只猫 叫春的猫 行啊 该你回去叫春了 手里没钱 叫也买叫 行了 行了 去吧 去吧 别躲了 我都看见你了 行了 行了 下海什么 连只猫都没有 过往我们现在 好 好的 见面 就完美了 这一家知道了 她已经完成了 打个批准了 好 而且她里面 很痛快 地 好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来 来 我说 这大晚上呢也没什么动静 要不咱俩喝酒去吧 不行啊 我们还得看 还要这么多情呢 不行啊 谁 谁 站住 站住 别跑 怎么回事 打开车 快 快 大门走 快快快 快点 快点 快 给我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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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呢 快 快点 快点 快 别让他跑了 站住 快 快跟着 走 快点 快 我们都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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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几个到那边 对 你 去那边 好 快点 谢紫月 你是怎么搞的 大洋刚拿回来一天 就让他们抢了 嘘 局长 小点事 别让他们听见 我可告诉你 这事你要查不出谁干的 我就毙了你 这事根本就不用查 肯定是楚怡奇干的 不可能 政策告诉我 那个强盗伸手不凡 还有枪 打伤了我两个弟兄 您想啊 这事啊 用楚怡奇亲自动手 他只要买通海老大 这事他就成了 买 买通海老大 对啊 楚怡奇没有这个大量吧 这人逼急了 什么事不敢干啊 我去提钱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远东还有那个日本人三五 从大海用钱庄 贴走了一大份钱 咱们要是再要钱 他就得关门了 我估计 楚怡奇是铤而走险了 他敢抢我的钱 他的钱庄是不想干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咱查封他的钱庄 没收他所有财产 咱去查 没准 这里边就有咱的钱 紫月 你说有没有第二种可能 别的什么人干的 目前 还没有这种迹象 有这个作案动机的 就处于其一个人 查封海运总得有个理由啊 咱们丢钱的事可千万不能提啊 那当然 这是您跟我之间的秘密 查封海运钱庄 咱还用那个老理由 私通日本特偶 好 无毒不丈夫 查封海运 没收全部家产 局长 不能光这样 咱得把楚怡奇抓起来 顺藤摸挂 去查找海老大 对 马上逮捕楚怡奇 放给我 放给我 谢思月 一个王八蛋 你等着 你也活不了几天了 放开 放开 你小子死到临头了 还敢骂我 老千 走 堆给我堵上 好嘞 你放开我 谢思月 一个王八蛋 别在这儿怀唬了 你们警察局把海运给封了 咋不告诉我们一声啊 俺的钱还在里面呢 俺得取出来 对呀 俺们的钱 不能这么白白打水漂啊 别吵别吵 海运罪员被封了 但里面的钱跑不了 早晚会给你们的 那不行 俺们现在就要 对 海运不给俺们就要钱 对 俺们的钱 不能不白白地赔了 对 对 不给就行 对 好 保护 保护 好 保护出来 保护出来 快过去 别动 快过去 别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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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人 不好了 这钱庄叫警察给封了 为啥 警察说 少爷他私通日门特务 啥 这个混账东西 他 去 去把厨余器给我叫回来 老夫人 少爷他来不了了 他已经叫警察给抓走了 罪孽 老夫人 这还有更大的事呢 罪孽 老夫人 这些储户说 钱庄叫警察给封了 他们的钱不能打了水漂 要来抢咱储家的东西 老夫人 你赶快想想法子吧 那些储户他们说来就来 到时候钱庄可救 老夫人 娘 来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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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怎么了 醒醒了 怎么了 老夫人已经过去了 这 这储家要完蛋了 闭嘴 不许懒说 储家不会完蛋的 天皇要求我们 别吵了 别吵了 老退 天皇要求我们 我们的情人 别吵了 给你们说别吵了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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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钱庄 楚家 这个白家的东西 他把楚家给毁了 楚家完了 娘 您先别着急 楚家毁不了 咱钱庄也毁不了 别听那么胡说 也许是伙计道听徒说呢 娘 娘 您先回礼物休息一会儿 这里的事情 由我来处理 你能行吗 我能行 娘 我是楚家的媳妇 这是我应该做的 把老夫人扶进去 老夫人 来 老夫人 您慢点 老夫人 您小心点 老夫人小心 你们去和大家说 从现在开始 该干什么干什么 有什么事情跟我说 不要再去麻烦老夫人 是 走 赵山 你赶紧回钱庄 跟那些储户们说 我们楚家的钱庄 虽然被查封了 但是他们的钱还在 我们楚家 不会赖账 就算是卖房子卖地 也一定会把钱还上 是 少奶奶 谢紫渊 你个胃不熟的狼 你赶紧把我放到 你要是不放我 我就把你的牢底给掀出来 让你堆大牢 你放了我 你快放了我 你快放了我 可一切 这屋子里现在没别人 你要是再骂我 我现在就打死你 然后说你畏罪潜逃 谢紫渊 你 你想杀人灭口 你小子还挺明白 我就是要杀人灭口 你死了 咱们俩中间那笔账也就死了 不不不不 紫渊 你听我说 你把枪拿开 你 你把枪拿开 你不能杀我 行 我可以不杀你 但是你得告诉我 是不是你让海老大 把警局的那份钱 又给偷回去了 谢紫渊 明明是你黑了那笔钱 你反而栽赃陷害我你 你小子不说实话 就活不过今天 不是我干的 我怎么承认呢 不是你干的是谁干的 只有你有这个作案动机 紫渊 我就是有那个动机 我也没那个胆啊 我 我害怕你们警察 所以呀 所以你就让海老大 来帮你的忙 不是 我根本就不认识海老大 你认识道人的五哥吧 你们俩那么熟 你能不认识海老大 这样 紫渊 你去问五哥 你让五哥告诉你不完呢 我不就是找不着五哥在哪儿 我才找你吗 你小子跟我说实话 海老大在哪儿 不是 紫渊 我真的不认识海老大 这样 如果我要认识海老大的话 你 你现在就毙了我行吗 我数三个数 你小子又不告诉我 海老大在哪儿 我现在就打死你 不是 紫渊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一 不是 你说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行不行 二 我真是不认识海老大 海老大 军长 局长让你马上去一趟 金马 接着我审他 他要是还说不认识海老大 等我回来我就毙了他 沈 沈 是 不是 紫渊 你听我说 你不能这样 我家里有老娘还有媳妇 你饶了我吧 行 行 行了 局长 您招我什么事 是 邪警长 你看看吧 局长 您这封信是哪儿来的 就加在我的文件里 我没注意啊 这么说 这笔钱是让邮局队拿走了 这还用说吗 上次他们拿了陈义德的钱 这次又拿了老子的钱 老子要抓住他们 被亲手宰了他们不可 局长 什么事 不报告 来不及了 出大事了 你看 他奶奶的 游击队欺负到老子头上来了 局长 要不咱现在全程戒严 缉纳游击队 等你戒严游击队早跑了 我说郑三儿 你是干什么吃的 这么恶劣的赤色宣传才看到 局长 昨天晚上兄弟们忙了一晚上 这今儿起来的晚 这不 我一起来就看着这封信 别会找理由 当警察的 就应该二十四小时睁着眼睛 快去 查一查哪儿还有这种赤色宣传 都给我毁掉 一封也不能留 快去 是 游击队 余德胜 抓住你 非把你碎尸万段不可 局长 这次游击队这么轻易地得手 说明在咱们警局内部 有他们的内线呀 有这个可能 这事你负责调查 一定要秘密 是 局长 那 那个楚瑜琪怎么办 先把他放了吧 他也够倒霉的 局长 不能轻易地放啊 否则他会反咬一口 那你说怎么放 罚款取保 再让他写上保证书 保证以后不再和日本人来往 你怎么办 你想得跟我一样 去办吧 是 表尚 怎么了 你听说了吗 昨天晚上游击队进场了 你怎么知道的 大先生人都这么说 而且警察局长贪污的大洋 都被游击队给没收了 昨天晚上 游击队还打伤了两个警察 就在警察局大门口 真的太厉害了 其实他的枪法很一般 要是能打死两个 就更好了 这么激动人心的事 你怎么一点都不兴奋 外面有人听着呢 不能太兴奋 那我先回话编社了 他们还等着我呢 下午回来再说吧 掌柜的 我这十块钱到期了 你收累给我取 好好 你快说呀 还有呢 好 这个 存 存两百大洋 然后 娘 这是清账的账本 该当的东西 都已经当了 足够抵债的了 这次处嫁 多亏了你啊 娘 你别这么说 这是我应该做的 娘 我琢磨着 我琢磨着 咱们家钱庄一时半会儿也开不起来了 伙计这么多也用不到 让他们走吧 没想到 出家会有今天 老爷 你也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早走 比完走好 呀 小姐 小姐 快 dirt 来 来 来 谢紫园 早晚有一天 我要杀了你 老夫人少奶奶 少爷回来了 他在哪儿 已经进院子了 娘 你回来了 娘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楚家呀 别哭了 起来吧 娘 别哭了 起来吧 娘娘哭了你 一个没出息的孽障你 你这个混蛋 你把楚家祖祖的脸 全都堆固 娘 不是这样的 是谢紫园的陷害我 你胡说 你勾进日本人 娘早就知道 你跪下 娘 真不是这样的 我早就跟日本人 一刀两断了 跪下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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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打他 他好不容易回来了 他一定会改的 狗改不了吃屎 你别拦我 你让我打死他 我没有劲儿他儿子我 娘 我求你了 他是你的儿子 也是我的丈夫 不 你不能打死他 我请你别拦他 春在风雨飘渺中荡漾 多少泪水多少悲伤 画一样的女人 画一样的梦想 画一样的青春 在烽火硝烟中穿下 多少艰险多少柔情 画一样的梦想 画一样的青春 画一样的女人 画一样的梦想 画一样的青春 画一样的女人 画一样的梦想 未经许可,不得逃避 画一样的学校 画一样的梦想 画一样的梦想